只要他想走,就没有监狱能关得住他。 这是日本人对白鸟游戎的评价。 这个人曾在十一年间四次成功越狱, 每次逃脱他用的都是世人意想不到的方式。 白鸟极富传奇色彩的越狱经历, 促使日本政府开始反思监狱人性化的问题。 世人把他称为日本越狱之王。 1948年的一天,日本巡警正在街道上巡逻, 此时漫天大雪,一个衣衫蓝绿的穷苦人迎面向他们走来, 并向他们讨烟愁。 巡警看他实在可怜,就递给他了。 很快,这位男子就满脸享受,并对巡警说, 我是白鸟游戎,就是你们在找的越狱犯。 抓我起来,你们可以立功拿奖金,谢谢你们的烟。 两位巡警大吃一惊,他们从业这么多年, 第一次遇到犯人要求自己被抓。 要知道,白鸟可是日本最出名的越狱王。 多次越狱都成功了。 直到白鸟把手伸过来,要求他们给他戴上手铐, 他们这才反应过来,连忙将他送回了监狱,继续复兴。 为何白鸟这次会主动要求逮捕自己? 既然逃出去了,为何不过自由自在的生活呢? 1907年,白鸟游戎出生在一个穷苦的家庭里。 父亲的早逝,让家庭的生活陷入了困境。 他的母亲为了活下去,将他抛弃,并跟他人独自离去。 好心的姑姑只好收留了他,毕竟是寄人篱下, 虽然姑姑对他势如己出,但姑姑家的生活条件也好不到那里去。 等白鸟成年后,就立马辍学到外地找工作, 他想减轻姑姑的负担。 他找到了一份捉螃蟹的工作,同时也迷上了赌博, 不仅把工资都输光了,还欠了一屁股债。 好在时来运转,最后他不但赢回来了, 还娶了老婆,开了一家水产店。 谁能想到经济危机来了, 他不仅血本无归,还背上了高利贷, 于是他又走上了赌博的道路。 这一次,幸运之神没有光顾他, 反而欠下了更多的钱。 为此,他只能成为一名小偷, 以偷盗来填补自己的债务。 在一次偷盗中,白鸟为避免被抓, 不小心用刀子划破了房主的喉咙, 导致他死亡。 随即白鸟就被抓获, 从此开始了监狱生涯。 当时的监狱很黑暗, 白鸟作为杀人犯, 狱警和狱友都非常痛恨他, 经常对他拳打脚踢, 每日白鸟都被打得鼻青脸肿。 由于白鸟死活不肯低头, 只要打架, 狱警都会让白鸟禁闭, 其他的犯人都不用处罚。 这些不公平的待遇, 让白鸟非常气愤。 此时的他想到了越狱。 有一次, 因为狱友故意为难, 让他去做狱友最讨厌的工作, 到粪头。 他认为机会来了, 他悄悄地从人力板车上弄下来一段铁丝, 偷偷地塞进了鞋子里。 接下来, 他利用铁丝不断地摸索开锁的技能, 并且利用狱警交接班的时候, 就逃出了监狱, 到了第二天才被监狱发现。 由于没有准备充足, 白鸟很快被抓回来了。 白鸟对他们淡淡地说, 你们如果还要虐待我, 我就会再次逃跑。 狱警开始对他加紧了看护。 日本的冬天很冷, 狱警却只给白鸟薄被子, 他经常被冻得瑟瑟发抖。 白鸟多次抗议, 都换来了狱警的嘲笑, 杀人犯就应该被冻死。 白鸟非常气愤, 打算第二次越狱。 他用铁皮和钉子撬开了监狱的铁条, 再一次越狱成功。 警察整整找了三个月, 都没有找到他。 但没有想到的是, 他自己回来了, 并对狱警说, 不要虐待, 不然我还跑。 这一次, 狱警给他挂上了四十斤重的脚镣, 并对他拳打脚踢。 白鸟非常愤怒, 他再一次准备逃跑。 白鸟终究不是一般人, 只要他想, 他就一定要做。 只要他做, 他就一定要做成。 自从被反靠住双手的那天起, 他就暗暗下决心, 一定要从这个鬼地方逃出去。 白鸟在亡走监狱的日子, 每天都想受刑。 为了让他没有力气越狱, 狱警们从不让他吃饱。 此外, 他们还不允许他运动, 他的大小便也只能原地解决。 因为长期带镣铐, 白鸟的手脚都被磨得发炎化浓了, 他再也不想忍受这煎熬的监狱生活了。 1944年8月26日, 亡走监狱的狱警惊奇地发现, 白鸟再次成功越狱了。 白鸟的第三次越狱震惊了整个日本, 他的经历在日本引发了不小的轰动。 媒体开始大肆报道他的越狱经历, 所有人都猜不透, 第三次越狱, 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第三次越狱后, 白鸟住进了山里, 过起了近乎隐居的生活。 寂寞, 孤独, 一直笼罩着他。 一个人的日子可真难熬啊。 1946年5月, 越狱一年多的白鸟从报纸上得知 日本在二战中战败的消息, 他突然萌生了自首的念头, 他觉得自己和这个国家一样都曾犯下过错误, 他希望在牢房中赎罪。 就在他寻思着怎么自首时, 他竟因为路过瓜地, 被瓜农怀疑是偷瓜贼。 白鸟是个极度自尊的人, 他最不能忍受的就是被冤枉。 他想解释, 可瓜农不肯听。 扭打中, 力大无穷的白鸟不小心误杀了瓜农, 路过的警察立即将百口莫辩的白鸟捉拿归案了。 1946年12月, 扎黄法院审理了这起瓜田案。 庭审期间, 白鸟一再解释自己不是故意的。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是出于正当防卫, 才不小心误杀了瓜农。 可谁会听信一个杀人、 越狱者的辩解呢? 法官坚持判处了白鸟死刑, 收监在渣谎监狱。 法官还说, 白鸟尤荣, 你已经越狱了三次, 但三次你都被抓了回来, 无论你跑多少次都无法逃脱被捕的命运。 白鸟听到这话后, 鼻子里哼了一声。 他悠悠道, 我是自愿回来的, 我想走, 哪里都关不住我。 法官并不知道, 他这次被捕是他自愿的, 他完全可以跑, 可因为他是清白的, 所以他觉得自己不能跑。 他是回来为自己伸冤的。 然而, 法官让他失望了。 这次被捕后, 白鸟第三次越狱的真相也终于被解开了。 原来, 他第三次逃脱, 靠的竟是监狱的魏增汤。 日本传统魏增汤含盐分很高, 而盐分正好可以腐蚀铁。 正八个月里, 他每天用喝剩的魏增汤倒在料铐和检查口的铁矿上, 以腐蚀铁。 日久后, 如水滴石川一般的, 罗川松动了。 白鸟随即卸下了高达40斤的手铐料铐, 用腰缠布条卸下铁矿, 并用它全身关节脱臼的神功从检查口钻了出去。 白鸟将自己第三次越狱的真相公开后, 民众再次被震惊了。 这次后, 民众开始同情白鸟, 他们不信, 这样一个人会是坏人。 民众的同情并没有改善白鸟在狱中的生活。 被投入扎谎监狱后, 狱方将白鸟视为了特级危险犯人, 他们安排了四名狱警, 以两人一岗的方式监视他的一举一动, 就连他洗澡上厕所都会有人紧紧跟着。 狱方觉得, 白鸟纵有天大的本事也无法越狱了。 可很快, 白鸟再次从他们的眼皮子底下成功越狱了。 这次, 它是从床底下挖洞逃走的。 原来, 它再次制作了小巨子, 并用三个月时间锯开了床底下的地板。 之后, 它用吃饭的餐具和手花了五小时, 挖到了牢房外。 第四次越狱后, 白鸟再次逃到了山上。 日本媒体炸裂了, 举国的民众也完全被震撼了, 他们还将它称作越狱之王。 白鸟四度越狱后, 觉得颜面浸湿的日本警方开始大范围, 不计代价地搜寻它, 但一无所获。 1948年, 白鸟已经自由很久了。 长期东躲西藏的日子里, 它在百无聊赖的同时, 也感受到了一种说不出的寂寞。 当年1月19日, 它看到了一个巡逻警察, 它突然走过去对巡警说, 有烟吗? 可以给我点一个吗? 巡警很有善地给它点了一根烟, 抽了一口烟后, 白鸟竟突然感动得要掉下泪来。 它已经太久没有感受到来自人的温暖了, 人在极度的黑暗和惶恐中时, 一束微光, 足可以暖透一个世界。 烟快抽完时, 白鸟淡淡地对巡警说, 谢谢你,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吧, 我就是去年从渣黄监狱里逃出来的白鸟游戎。 听到这话后, 巡警愣住了, 他有一些难以置信地抬头认真看着白鸟。 白鸟继续说, 其实, 我一直都想服刑赎罪, 但我必须得到公正的待遇, 否则我还会越狱, 让你们警方丢掉颜面。 你们也应该知道,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座监狱能困住我。 说完这句话后, 白鸟将双手主动伸在了巡警面前, 示意他为自己戴上手铐。 被震撼到的巡警, 后来将白鸟的话, 一字不落地转述给了相关部门的人。 谁也没想到, 白鸟会以这样简单又戏剧的方式, 主动回到监狱。 这一次, 所有人都明白了, 他费尽心力越狱, 要的无非是一个被尊重。 整个日本都沸腾了, 媒体开始将目光投到了日本的监狱体制上, 他之前的案件也重新被调查。 不久, 扎谎高等法院开庭宣判, 判定白鸟在之前的瓜田案中属于正当防卫, 将之前的死刑改判为有期徒刑20年。 白鸟还如愿在1948年7月, 回到了他心心念念的东京监狱, 并再次见到了小林梁藏。 这一年, 白鸟41岁了, 他看起来比同龄人更显老, 长期的监禁和逃亡让他家族苍老了。 再度回到东京监狱的白鸟, 不必带镣铐, 也没有预警虐待他。 他依旧住单独的牢房, 但牢房设备齐全, 他甚至可以在里头洗澡。 在监狱里, 白鸟还得到了一份照顾花园的工作, 他可以经常穿梭在花园里了, 他的世界完完全全地被改变了。 此后, 一直到出狱的十多年里, 白鸟再未想过越狱, 因为服刑期间表现出众, 他还被评为了模范犯人, 并获得了减刑。 1961年, 12月21日, 54岁的白鸟提前出狱了。 走出监狱的那瞬间, 他的脸上有一种让人难以形容的表情, 像哭又像笑。 自由后的白鸟将自己的经历写成了自传, 书籍出版后, 再次引发了日本的轰动和热议。 1979年2月24日, 72岁的白鸟因心肌梗死病逝于三井纪念医院。 他去世38年后的2017年, 他的传奇经历被改编成电视剧并在多国播放。 今天, 白鸟的传说依旧深受世人热议, 无数人经由他对尊重二字有了深入了解。 更多的人因为他的故事懂得, 人之所以能, 是因为相信能。